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如果在中國的體制裏 市長就第二把手 市委書記才是第一把手 如果說立法機關 市是有人大 市的人大 人大主席之類 現在香港實在變成這樣 因為鄭雁雄書記 中聯辦主任書記 要去立法會說話 市委書記當然要甲道都歡迎他 做人大的 自不然要拆棄 拆到上心口 他說了什麼呢 昨天 我覺得都相當好笑 很值得跟大家去 逐句去分析 放心 不會很長的 也不會很悶的 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NOT VPN 你身處河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優惠 NOT VPN 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 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幾好用 不妨試一下 中聯辦主任鄭雲雄這位市委書記 去立法會 去說話 去跟議員吃飯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要全面管治 要去完立法會 又要跟高官去見面 傳達指示 不是第一次見怪不怪的 這次都沒什麼特別 首先對立法會 綜合大樓 由主席梁君彥陪同底下進場 然後眾議員 暫立 拍手歡迎 民建聯主席 陳克勤行會 召集人 兼新聞黨主席 葉劉淑儀 獲安排 煮家食 怎樣拍手歡迎的 胡善空 慈英 逢 飄 陽 乘 你 乖 多麼 了 這些我會唱的 還要用少少散頭音來唱 OK 潮州音來唱 我認識的 是紅歌 不知道要不要唱這首歌 好像運動會那些 好像有這首歌 或者我不知道人大那些 也有這首歌 太久沒有回去 沒有去中國大陸 所以就已經生疏了 什麼時候唱的呢 胡善空 此煙鳳 飄飄 什麼時候唱的呢 會不會是歡迎 市委書記進來也有唱呢 這樣 拍手 好了 首先 就 梁君彥支持 然後就到 市委書記說話 我覺得梁君彥支持 真的很棒 作為一個立法會主席 在憲制上 他應該是監察政府 監察政府 施政 通過 或者去修訂 或者去否決 不能修訂 修訂是由行政機關做 政府提出的法律 是吧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看著他的財政預算 那個撥款 打爛 但是梁君彥作為立法會的主席 完全不同 他說 李家超真的勇於擔當 3月的時候 完成了基本法23條立法 香港沒有後顧之憂 可以專注開創新的局面 沒有了嗎 沒有的 為什麼那麼緊張 人家在巴士背脊寫了兩句話 座椅 他都拘捕人 沒有後顧之憂 然後 立法會 歷史性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即23條 成功立了23條 履行近27年來的憲制責任 可喜都可可 然後說 以後立法會不會有拉布 回歸理性 在完善選舉制度下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 成為 最無實 有為 有隊形 勇於擔當的立法會 聽完之後 他做了什麼呢 他引述什麼 覺得立法會勇於擔當呢 他是這樣說的 大家聽著 他說 今屆立法會 預計 未發生的 通過75項法案 較上一屆高出35個 如果從這個KPI 如果那些錢 那些收入 又或者利潤 高35個巴仙 這個CEO 就可能 交多人工的 不過這個是立法會主席 預計通過法案 比上一屆高35個巴仙 然後 預計今年7月 很快的 7月中 會批出 186個項目 涉及 承擔的總額費 5000億 比上屆高11個巴仙 他會 用這件事作為 標榜 作為成績 作為KPI 你是跟立稅人把關的 現在你花納立稅人的錢 即是花納你老闆的錢 即是立稅人你老闆來 也都是政府官員的老闆 真是豪爽 很疏爽 原來越花納越多就是你的成績 通過法案比上屆高35個巴仙 花的錢比上屆高11個巴仙 批准政府 原來就是你的成績 你是負責 去 付和政府 去花錢 你是負責 通過政府去花錢 你不是負責 監察政府花錢 你當這是KPI 你不是負責 哈哈 我看完之後 眼睛都凸了出來 一點都不奇怪 這樣就 然後就說 梁君彥就說 有崇尚霸權的城市的外部勢力 削弱香港的國際聯繫 即使有人污衊特區已經是一國一制 但是生活在香港人卻深知一國一兩制常態 是用而不覺的習慣 是國家主席習近平這樣說的 香港要保持自身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認為改變是香港成功的基因 窮則變 變則通 讓東方之珠的金色招牌繼續發光發亮 現在 只不過是幾年時間 我們這些外國外港的議員 完全是 用了大陸那一套 言必稱習主席 沒有死的了 引述習主席的東西 那些官員又如是 那些議員又如是 實行 這個都不是棄辱 不是棄辱 棄辱 就是 市委書記 鄭雁雄 這次上次用廣東話 這次用普通話 香港已經是 回歸之後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 香港是不是還是一國兩制呢 大家又是那句 心中有數 香港的生活方式 發自營商環境保持不變 中央全力挺港 衛港政策陸續有來 香港已經是 辱火重生 由外人的 凌辱殖民 變成中央的掌上民主 香港六變六不變 不變的就是 始至堅守 港人 全力擁護的一國兩制 香港是馬召跑舞召跳 兩文三語 暢通無助 這些全部都是 老生常談 跟著這個 還老到不得了 這個看完之後 笑到你滑地 中英聯合聲明簽主不久之後 港英當局單方面 改變很多承諾 跟著就說 末代港督 彭定康 示意給香港埋下遍地政治地雷 而中央政府承諾 始終不變 埋下遍地地雷 回歸了 回歸了27年 就有幾天 還在說 彭定康 27年前 在香港埋下的地雷 拆了27年 都還沒拆完 那些地雷 這技術有沒有那麼差 你改完又改 改完又改 是不是 由雙人治港 到這個就是 本地的那些 官員治港 是吧 到地下黨治港 又再本地 AO治港 拆來拆都拆不點 現在又有警察治港 又是拆不點 還是賴憑定康 這個腦吊牙的說法 幾年前 即是回歸初期已經說了 今天又賴憑定康 你不是吧 鄭書記你不要每次都賴人 才行 跟著 跟著 我們都挺好笑 香港融入中國 是不會被內地化的 還有邊緣化 要守住一國兩制 香港綠不變 高度自治 香港安法實施之後 拘捕了290多人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由特區司法 執法體系來處理 法官是公正獨立 按照法律和證據 對於相關的案件作出裁決 香港的法治 營商環境 民主自由 生活社交方式 沒有改變 國際法的特色 沒有改變 你說沒有改變 就沒有改變 你好像又是你說的 鄭書記 你說 那些大案 47人案 那些大案 不要 好 因為這個 過程的公正 就犧牲了 這個 最後司法 結果的公義 普通法的精神是什麼 經常都說 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是什麼 過程的公正都不用說 難怪 又不讓別人的律師來跟他辯護 又沒有了一個陪審團 是吧 又沒有了 就是 是可以保釋出外的 現在 法官相信你保釋出外 就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全部沒有了普通法的精神 因為 原因是什麼呢 你根本就是藐視了過程的公正 過程的公正是絕對重要的 遲些不是藐視了疑點利益歸避稿 這是最重要的 普通法的精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遲些不是又是再 推倒了這個無罪推定 會不會呢 現在已經推倒了 是吧 人家的建案都沒有審未判 你就說那個是罪魁禍首 一定是要重 重嚴處置 這樣 是吧 那你還好意思告訴別人 香港法治、營商、環境、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社交方式沒有改變 國際化特色說沒有改變 有沒有改變 人家很多人都心中有數 你不是口口口當秘笈的 是不是啊 書記 沒有改變 全世界都說你改變 法官都說你改變 你罵到人家的狗 人家跟你分手 你就說沒有改變 我覺得也挺好笑的 現在 香港現在面臨最大的困境 其中一個呢 就是去兩制化 梁君彥說了 去兩制化 香港市民覺得 不是啊 我們跟大陸都很不同 是吧 我們用港幣 他用人民幣 是吧 很不同啊 連這個淘寶 都要運費啊 我當是境外 還不是兩制 是吧 但實情 在外國人眼中 你香港跟大陸 是已經沒有什麼分別 又或者 分別越來越小的了 如果說得準確一點 這個趨勢 越來越 嚴重 你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嘛 你經常都說 我們不是政治城市 是經濟城市 我們現在 搞了23條之後呢 就 集中精力 就是這個 拼經濟了 拼了很久了 由宇宙大法開始啊 從2019年之後開始拼就拼到現在 都是一個吉 越來越差 是吧 破產新高 樓價又新低 股票又跌回 這個 樓價洩漿啊 洩漿 我今天也說過了 非常之非常之嚴重 IPO IPO又再跌 是吧 就比去年同期 跌了幾十個% 拼了多久啊 我想知道拼了多久 是吧 好了 大家也知道啦 我經常說官大就是學問大 現在 鄭書記呢 鄭雄書記又來了 他說香港呢 給個 給個指示 給個指示大家 給個指示香港政府的官員 香港呢 是要守住一國兩制 善用獨特地位 除了以往經常提及的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香港就要轉化為超級法財點 打造創新制度的生動範圍 哇 真是麻煩啊 香港的官員 只能聽到超級法財點的五個字 我想拼了所有頭髮 都搞不定 又來了一個新指示 以前的超級聯繫人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但是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美國上不了市 或者被人踢出來的那些 公司就來香港上市 那就聯通世界囉 其中一個 不要跟歐美啦 我們要跟東南亞 跟中東 跟一帶一路國家 做超級聯繫人 現在不是啦 現在又來超級法財點 我都不知道超級法財點 即是怎樣 股票又跌 樓市又跌 IPO又跌 我想知道 你講完就 大家就發財了 發你的財財了 大家立刻可以 接著他就說 香港要用好獨特的發展 優勢迎接 迎接新的發展 香港融入中國不會內地化 反而可以強化自身的優勢 強調在世界風雨交加的時候 香港難得有這樣的好洗頭 希望立法會員能 將新氣象維護好發展好 這是很典型的 中國官員說話有方式 就是 兔話 兇話 大話 多得不得了 不用說那麼多 說那麼多 經濟是看數據 看數據 看股票升不升 樓市升不升 有些人會覺得 通脹是 負面東西 例如我提 Sweetflation 一聽說 Flation Inflation 覺得是負面東西 錯了 通脹是正面東西 如果能夠受控的通脹 滯脹是負面東西 又或者通縮是負面東西 是吧 現在 什麼都跌 香港的通脹不高 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平穩的 甚至是一直在跌 那些人認為樓價跌是好東西 大家有機會上車 這些是想創你的心 製造更多的負資產 更多的 香港人不願意花錢 樓市跌 令到香港的經濟越來越低迷 跌價不是好事 有少少的通脹 有通脹 其實表示 那些人是 願意去消費 所以 Taylor Smith 令到 英國 有通脹 或者通脹能夠增加 令到英國銀行 九月 8月減息 推遲到九月或者更遲的時間 這就證明了 Taylor Smith 對香港 對英國 對全世界經濟帶來的 正面影響 是正面的 Sweetflation 唉 人們都會覺得 拋頭 這是常識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經濟 永遠是不能催 你說那麼多的謊話 兔懷是沒用的 香港繼續會國際化 營商環境繼續好 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 他都敢說 哈哈 真的好笑 民主自由 他都大大聲說出來 不會面紅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一直跌 甚至有些是崩潰 法治民主自由的崩潰 生活方式 穿什麼衣服出街 四千警令 七一 大家記住 出街之前照清了鏡 前面後面照清楚 你不要只看前面 沒有看後面 拉得 連穿什麼衣服也有規定 民主自由 自什麼由 民主一向沒有 這些說話都可以說的 兔話大話兇話 這些說話都可以說的 外國怎麼看你 很重要 你不能自我感覺良好 這是第一 經濟數據 第一季的財赤 第二季的財赤 惡化 收入 太少了 支出太大 你看看今年的財赤會很嚴重 你只看這些就夠了 吹有什麼用 是不是 天天都是自我安慰 自欺欺人 安慰人 安慰自己 最後呢 最後就是日財赤 最後就是日不夫之 最後就是借債道日 你看完之後 立法會 不單是橡皮圖章 只不過是政府官員的啦啦隊 好東西 好東西 通過 真是墮落得交關 已通過了多少錢 作為KPI 醜不醜 是吧 然後示威書記 為香港 指示完 指示第二 超級聯繫人 不要再做啦 超級發財 怎樣 即是怎樣啊 超級發財 怎樣 你告訴我 怎樣發財 什麼都跌 是不是 我們看完之後呢 我自己也聽完之後 都當這個鬧劇一場 不知道大家回去還是自我感覺良好之後的議員 繼續唱五星紅旗 翠鋒飄揚之外 對香港有什麼被益 這番說話 除了告訴他們 我是李老闆之外 我是市委書記 我是李老闆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被益 對香港整個發展 那個方向 沒人知道 官員又出來認屎認屁 兩年呀 怎樣厲害呀 負增長 現在變成正增長 是不是 會不會是繼續下去 還是無以為計 香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是什麼 你每天都有不同 是吧 航運 交通 物流 金融服務 旅遊 這些還是不是香港的經濟火車頭 大家 攝高枕頭 那些官員 立法會員都要攝高枕頭 談到這裏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 深圳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收看 又要是 上次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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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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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